三折手机想必大家已经见过了 三折电脑大家见过吗 GPT是我非常喜欢的国产品牌 也是国内最早做Windows产机的厂家 他们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生产各种奇形怪状的笔记本 我目前最喜欢的掌上设备就是GPT家的Vin mini 全键盘机身手柄的设计 可以兼顾游戏和硬机办公 我甚至还用它剪过视频 今天的主角正是GPT最新的创新产品 Duo 这是一台自带上下双屏的笔记本 大家注意这个副屏并不是特殊尺寸的屏幕 而是跟主屏完全对称的正儿八经的副屏 展开后那就一个狗啊 上屏可以360度翻转 当贴合主屏时 它就变成了一台常规笔记本 如果此时把机身合起来 你就会得到一个有一些厚度的平板电脑 这绝对是2024年我上手过的最具创新的电子产品 另外我手中的这台Duo 搭载了AMD最新的AI9HX370处理器 配备了我7代19的890M核显 在性能测试部分 我会着重测试一下890M的游戏性 原谅我一个臭打游戏的up主 只会测游戏性的 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全面体验一下这款机器吧 先说一下这台机器设计开模等成本一定不低 加上两块屏幕 加上370芯片 价格也比较高 所以整体价格并不便宜 大家可以简单过目 外观方面 机身采用了铝合金外观加黑色喷漆 质感非常不错 做工与细节也相当不错 就是有点稀油 A面由皮质包裹的金属支架与金属外壳组成 支架后面接受 下方金属部分有条纹设计 GPD Logo为镜面设计 镶嵌在外壳中 A面上下都设计有转轴 乍一看 真不知道该从哪一边翻开 A面支持单手抖动开盒 角度大家可以目测一下 翻开后映入眼帘的还是A面 此时我们可以先翻开刚才的支架 然后单手开盒第二个A面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这款笔记本的第一个形态 如果不使用支架 C面转轴也是可以支撑住两块屏幕 当然如果上方屏幕角度太大 键盘部分重量就支撑不住了 个人认为如果你想在双屏状态下使用 最好还是使用支架 两块屏幕之间的转轴非常紧实 可以给到用户足够的安全感 在展开状态下 我们也可以直接端起笔记本 但是不敢大幅晃动屏幕 这个角度拿起来是真的累手 但也是真的壮观 当我们继续翻转上屏 可以直接贴合主屏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一台常规笔记本 只不过转过来时 还是屏幕 直接一提的是 当我们翻转屏幕时 屏幕方向会根据当前状态自动旋转 翻转到背面之后 你对面的人看到了也是正向的屏幕 这样你就可以和对面的他分享你的内容了 当然你可以通过键盘快捷键F3 自行选择开关复屏 并且F3右上方也集成了一颗指示灯 用于提示复屏是否开启 如果我们合上屏幕 一台厚重的屏板就诞生了 大家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它真的挺重的 成绩重量来到了2.3公斤 不过考虑到它有两块屏幕 还是金属机身 重量似乎也合理 它的牛逼之处在于外屏支持触控 大屏触控还是非常爽快的 更牛逼的是 它的内屏也支持触控 内外都是10点触控 并且都支持4096级压杆 不过我个人觉得在平板状态下 有几点可以改进一下 一是在合上屏幕时 内侧屏幕不会自动熄灭 二是合上屏幕时 外侧屏幕仍然处于复屏状态 开启应用会跑到内屏上去 非常不方便 需要手中在设置中调节主复屏 如果可以做到合上屏幕 将外侧屏幕自动转换成主屏 并且自动设置成仅使用外侧屏幕 那这样内侧屏幕细屏问题 主屏等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不知道实现起来难度大不大 另外手中在设置中 将外屏设置成主屏之后 外屏屏幕自动旋转 还是无法正常使用 需要手中更改屏幕方向 还需要进一步优化适配 目前在展开状态下 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 两块屏幕可以放下更多的窗口 办公效率会大幅提升 对于经常剪视频的我 可以直接把预览框放在上屏 在下屏操作剪辑 这样不仅操作流畅 看得也更加清楚 老爽 如果你需要看很长的信息流 也可以把这两块屏幕 当成一块来用 可以一下看到很长很长的页面 如果你是游戏玩家 那么你可以用上屏打游戏 用下屏看攻略 或者调过来也行 不得不说 使用上屏时是真的利好顶追病患者 配上电脑之下都不见得 能把屏幕撑得这么高 这两块屏幕使用了一模一样的面板 参数完全一致 都是43.3英寸 2880×1800分辨率 60Hz刷新率 AMOLED触屏 两块屏幕显示 一致性做得很好 基本看不出差异 大家可以简单感受一下 通过校色仪实测 屏幕最大亮度在378尼特左右 据说量产版 屏幕风制亮度可以达到500尼特 本次色域表现非常的优秀 三种标准的色域覆盖都接近100% 色域容积都超过了100% sRGB色域容积甚至接近170% 还支持10bit的色深 另外本次屏幕色准也非常不错 出场应该是有主台校色的 因为使用了OLED面板 屏幕显示速度也没得挑剔 但是OLED会带来一个新问题 那就是屏闪 GPT给到的调光方案 个人认为还是不错的 在4000分一块门下实拍 亮度在54%级以上时 屏闪线条不会增多 低于54%时屏闪线条增多 随着亮度继续降低 屏闪线条继续变粗 所以理论上保持亮度 在54%级以上时使用 会相对护眼一些 54到100的亮度区间 也比较符合日常使用习惯 对于上屏的亮度调节 官方给到的方案 是在屏幕左侧边缘处 加入物理按键 这样复屏亮度调节起来 非常的方便 不过目前UI比较原始 亮度调节也存在一定虚位 60以下才能感觉出 屏幕有亮度变化 在4000分一块门下观察 上屏亮度在20%以下时 平均键道才会增多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机身C面也为金属材质 键盘键程比我想象的要长一些 打字段落感清晰 回弹饱满 方圆键上下为半高设计 键盘支持两档白色微光 F功能区默认快捷功能 大写锁定键带有指示灯 在左侧转轴处 还有一颗运行指示灯 触控板面积不算大 但表面细腻光滑 触感不错 不支持物理下压 但按压有震动反馈 全区反馈手感 几乎保持一致 触发需要的下压力度较轻 个人感觉可以把力度再调高一些 触控板除了支持常规的 舵指操控 滑动触控板边缘 还可以实现亮度与音量调节 喉咙左侧调节音量 右侧调节亮度 喉咙过程中还帮有 一下一下的震动反馈 竟然意外的非常好用 希望GPT其他机型可以跟进 另外C面触控板下方 还有一个方便开合屏幕的凹槽 从侧面看过去 机身的散热结构 着实令人着迷 细看接口部分也着实有诚意 机身左侧依次是 3.5mm音频接口 支持V90的SD卡槽 40G速率的USB4接口 10G速率的3.2-Z2C口 以及一个负位孔 两个C口供电功率 两个5G速率的3.2-Z1A口 机屁股上还有一个2.5G网口 一个HDMI201接口 以及一个63G速率的OCU-Link接口 其中USB4和OCU-Link 都可以外接显卡扩展屋 我人在老家手头没有显卡屋 就不能为大家展示了 羊人气味只位于机身两侧 实际音质表现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主屏上方边缘处内嵌了一颗摄像头 这个摄像头最高支持2592x1944分辨率 可以拍摄2K30fps的画面 摄像头右侧拥有一颗指示灯 可以反映当前摄像头是否被调用 配合四面转轴出的麦克风 实际画面与收音效果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等等细心的同学可能已经发现 在上屏左侧边缘处还有一个C口 这个C口是干嘛的呢 它是一个视频输入接口 我们可以一线直连支持视频输出的设备 如果此时Door是开机状态 屏幕可以直接由电脑电池供电 如果此时没有开机 需要视频输出设备 具备足够的反向供电能力 我设了下小米14 是不可以在Door关机状态下直连的 必须要在开机状态下才能连接成功 我手中的Vin mini 是可以在Door关机状态下直连的 并且触片也可以正常使用 不过无论怎样连接 声音是没有办法输出过来的 可以当个应急显示器来用 机器地面采用了GPD正常使用的 质感不错的塑料材质 四角有四个防滑脚垫 拆下地壳可以看到两个2280的硬盘位 以及双热管双风扇的散热模组 具体散热表现与性能释放 官方使用的是60瓦的风扇 实际在BIOS中设置60瓦功耗之后 当卡FPU 功耗只能跑到50瓦左右 不过此时限制功耗了并不是温度强 CPU最热点温度不到80摄氏度 显然是没有撞强的 应该是调度还需要优化 此时的风扇噪音在51分贝左右 C面温度控制的比较不错 键盘中上区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手头部分以及触控板区域不会发热 在双烤测试时 CPU功耗会进一步降低至44瓦左右 温度也会更低一些 会降至70摄氏度出头 风扇噪音在49分贝左右 整体的调度策略在正式版出来之前 DUO有AI9HX370以及8840U两种处理器可选 我手中这台为370处理器 624G内存来自美光 平均运行在7500MHz 硬盘为PCIe 4.0的SN580 容量1T比 实测读写速率如下 无线网卡使用了AX220 电池容量来到了80W市以上 办公续航超过10个小时 问题应该不大 对于DUO的性能 保持BELS中60W TDP的设定 在CPU-Z跑分中单核得分805 多核得分8982分 在Time Spy跑分中如果不限制TDP 在跑测试时CPU功耗在40W上下徘徊 最终显卡分数可以跑到3616分 CPU分数可以跑到9772分 这个分数跟8840U或者7840U 或者ZE Xtreme确实拉开了一定的差距 如果将CPU功耗所定至30W 显卡分数会降临至3403分 CPU分数会降临至9098分 对比30W的ZE Xtreme 还是保持一定幅度的领先 如果进一步降低功耗至20W 显卡分数会降临至3047分 与ZE的25W功耗下的显卡得分接近 但此时AI9HX370的CPU得分 会大幅领先 如果是15W功耗 890M得分2630分 相比15W的ZE有较大领先 CPU部分的领先也非常可观 由此可见 这颗优略绝对性能有提升 低功耗下的能耗比也有提升 那么在游戏中呢 我手头目前只有功耗上线20W的GPTV迷你 可以用来对比 它搭载的是8840U处理器 核显为780M 我将让这显存都设置到8G 在20W TDP下 1080P中高画质的黑虫画悟空 具体设置大家可以简单购目 Door可以跑到60W左右 而V迷你在44W左右徘徊 帧数提升还是比较可观的 如果降低TDP至15W Door帧数会降低至55W左右 而V迷你帧数会降低至40W左右 如果继续降低TDP至12W 8840U帧数会降低至30W出头 而370帧数还会维持在40W以上 活动起来情况也是370要更好一些 我个人认为这些提升还是比较可观的 但是算上价格因素之后 性价比可能就没那么高了 如果不限制TDP 刚才相同的场景相同的设置 功耗可以跑到35W左右 帧数可以跑到60帧以上 不过跟刚刚烤机时一样 没有转温度强 但是功耗跑不上去了 随后我又去到性能压力非常大的 苦海北岸转了一圈 帧数还可以维持在40帧以上 并且帧升的时间非常稳定 890M核显确实有势力 就算没有厂家给掌机上370芯片 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AMD下一代 掌机游戏芯片 随后我又试的是性能需求 极敌的死亡细胞 在1280MP分辨率下 3700这边只需要4W TTP 帧数就可以来到100帧以上 此时的整具功耗只有10W左右 按照80Wh电池计算 续航可以达到10小时左右 而8840U这边4W TTP 帧数会更高一些 极敌功耗下还是8840U略强一点点 视频到这里已经有些长了 最后再送大家一个2077的性能测试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890M核显的系列 因为我频道的游戏属性 所以我只测试了多我的游戏性 当然这款笔记本最适合的还是办公人士 有双频移动办公需求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这款机器 如果没有双频需求 双频显示也要比单品爽很多 是实打实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另外它还有着平板形态 以及便携显示器的功能 可玩性也不错 不过再次提醒大家 它的重量是真的挺重的 另外价格也确实做不到亲密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这台机器呢 以上便是这期视频的全面内容 全面朋友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我是芳芳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